吴尼朗 米尼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先为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918强震破坏了浊西湘 浊青村的简易自来水的水源头 那么到现在呢 供水的水浊不清 那么生活不便 民生用水的安全更是堪虑 那么经过县议会成情的反应 县政府特别呢 是针对这一次地震受灾的浊西村 灼心以及上部落 以及玉里洛河谷三处的 碱水附件改善 希望给部落一个安全捷径的 民生用水 原本清澈间谍的 简易自来水净水池 从0918强震三奔土水的破坏 至今用水仍无法恢复捷径 水龙头跟浴室地上 还有厨房 用水龙头用水的地方都会有灰 打开水龙头 水质物浊不清 就算储水静置三天 仍旧污浊灰白 部落居民都不敢使用 我们还是要洗啊 不可能因为水沾我们不洗澡 到今天就真的没有办法去洗衣服啊 洗澡啊 或者是喝的都解对 都是没有办法 部落简易自来水水质污浊 造成民众生活上的不便 民生用水安全堪虑 昨天相待会主席金淑敏高度关注 向县政府澄清反应 同时会议同县刊 寻求解决改善 就是因为上次我跟县长有去会看 然后会看以后把 因为土质松软的一个积水期的水 跟我们另外一个积水期的水是干净的 然后我们简易自来水 这里的那个水呢 就同意放到一个积水期 那我们上次看了以后 顺便就是要把那个干净的积水期呢 不要跟混杂到那个脏的水的积水期 然后我们都一直在处理 找到了一个干净的积水期 我相信在这个礼拜 就会有干净的水 虽然华林县的自来水供水普及率 从99年的83%到111年 上升到90% 但是因为部分住家地区偏远 连管工程成本偏高 多数偏向社区聚落 多数仍使用简易自来水居多 这一次强震也造成 简水、进水池、管线等不少的灾损 县政府就卓西乡清水部落 卓西上部落以及玉里镇 洛河谷部落等三处 简水复建工程 将动之灾害准备进贡1020万元 核定公所尽速执行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 我看了 我的天颜 老子 卓西亚 不断 我看了 我看了 我看了